又是1200米 1號贏過 1號叫皇帝英明 上次跑第3 11、12就入了Q 就是這樣 12、6、8 11、12就有賽職 有兩隻馬,初次出賽 4號、5號 好冷門 成績好 上次是1號、2號 另外9號跑第4 3號、8號跑第5 第6 3號、8號跑第5 10號跑第6 其他都好後 所以我猜12號有很多人選擇 創期職很多人選擇 蘇紹輝 又輕磅 又一檔 現在2號也贏過 一隻叫聖神威 聖神威上將就贏了出來 被潘頓5倍贏了 所以現在大熱4倍 上次快活 進行 hogy 2號海約是分別呢 1號是uters 修行 升利财子上次三倍半跑第五 大热门跑第五 中逆禮 跑一次一次落地 3号 上次真的买到大热门,跑第五 任换人 得到连马斯的信任再来过 好还是不好呢? 他也想跑好一点 乳龙喜母 乳龙喜母加利 初次出赛,冷碗 4号 5号旅游小子 初次出赛 50多倍 不懂的 6号军神 军神赢了那本路程 不过上次跑第十一 前次12 所以是冷碗 近职不好 有赛职 7号满载 满载归来 名字好 70多倍 上次97倍跑第十一 满载归来 连续三次跑十多名 所以是冷碗 8号马 有运来 上次第五 都不远 8号仔 有什么亮点? 赢过本路程 有运来 8号仔 隔晚6倍 待会看看临场多少倍 9号 顺利取胜十多倍 16倍 顺利取胜 近职跑第四 顺利取胜 上次第四 前次第五 再前次第四 近些就有位置收 9号 10号 謙謙君子 上次第六 前次第七 10号 在港八次 每次都输 就减去十九分 即是说 足够了 欠謙君子 楊詠麟 五檔 檔位就好了 真的 上次第六 11 疑昌勇士 上次13 前次11 疑昌勇士 现在40倍 近职很差 例如6号 7号 11 6 7 11 11 最擅長 入了Q 但近期很差 13 11 89 12 12 就是创期職 创期職 创期職 入了Q 上次第七 前次第二 挺好的 上次不好 前次好 蘇兆輝 始终给我的感觉 质身马还差点放松 质身马 它可以更成熟 即是范围不太多 所以一二两匹 都是选择 这组去拆组 都挺弱的 我自己都觉得 不过我也是 因为有个档位 我也有疑昌勇士 就是看这个缩程 是不是可以赚少少 自己是想试一下 轻绑一点 一档的创期職 上次进不了集 你退出 上次找到报名 今次都出了数很少费 即是和这个马房都夹的 看看是不是 都好人交代 这笔马 另外二号这些都是正路 三号擺前些 八号有运来 这笔马的分 我觉得现在有点好处 要买它 第三项RT精选都推荐给大家了 头骨用二号做胆 头骨用二号做胆 头骨一号三号 九号和十二号 纹尾关用七号做胆 头骨一号二号 三号四号和九号 五号 今天早上就这样秤下去 可能更弱了 刚才有才有勢的那个组件 每次的机场比较慢 雷龙喜舞 我要二号三号 看勝利才子,今次有五碗人 大熱門輸到第5名,1號為止都沒有 看今次會不會來認真 2號就剛上仗贏了 11檔都不要緊,潘頓12米好勝 要8號,1號,2號,2號,3號 7號,滿載歸來,冷門馬 7號,70倍,周俊樂 黃色,旅遊小子,旅遊小子也是冷門 初出的馬 12號下馬,創期積 創期積現在是6倍,上次是10倍 12號,蘇紹輝下馬 5號,旅遊小子,冷門 初出的馬 9號,順利取勝 8號,聖神威 除非潘頓不想贏 不然他一定會頂住你 所以9號是下風 賠率也能顯示到 1號,皇帝英明 反而這隻重磅第8檔 134磅 這隻馬可以跑 因為上次第3,前次有2次第1 會不會加9分 有可能 真的 3T的次關 又是另一組 4班12米 剛才跑過兩場 4班12米 連贏位 都是較為正路 看看這一組 賽果繼續正路 熱門繼續是聖神威 近方都相當勇銳 看見到入閘先 是皇帝英明 轉了兩個圈 看他肯不肯入閘 上次就是這樣 擾讓 結果都不能跑 轉到 還有幾隻馬 看見到有勝利才子 有雲來 謙謙君子 那些馬就慢慢埋進去 入閘都幾個工作人員 看著那隻創奇蹟 看看有沒有攪拌 另外雨龍起舞 也準備了 時間也差不多了 第6場賽事 今天交給達前 好 謙謙君子順利 最後入閘 雨龍起舞 全部馬不準備 抬到六場賽事 四班千二的短途賽 大熱 暫時顯示 是二 好 你一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樂 正利才子快 埋便還有創奇蹟 也都放在前面走 第3位中當 謙謙君子 紅眼周 轉佔第3位 還有雲來 外面順利取勝 紅衣外面還有皇帝英明 跟著第6位 是謙謙君子 後面的馬 有這隻聖神威 六三 黃帽 大約跟著第7 後面的5匹馬 晉神 滿載歸來 後面三隻有疑昌勇士 和這隻羽龍起舞 暫時點了 黃衣 是旅遊小子 過600米斷柱 前面放的馬 有創奇蹟向前面 外面順利取勝 跟著第3 紅衣 紅帽 勝利才子 後面還有謙謙君子 再見到第5位 紅衣外面 黃帝英明 賣變 紅眼周 有運來 第7位 六三黃帽 聖神威 後面才有盡神的馬 入徵最後直路 創奇蹟先少少少 順利取勝 拼了出去 兩個馬中間穿上來 就是謙謙君子 中當位置還有勝利才子 大約上來是聖神威 最後100米 前面謙謙君子 中間勝利才子 但是外面聖神威 已經踏著了 聖神威 在外面不費吹灰之力之下 打搭贏馬 跑第2名 勝利才子 謙謙君子 跑第3 那隻盡神那裡 最後阻礙得很緊要 跑第4 結果今場賽事 這隻聖神威 都真的不費吹灰之力 很輕鬆外面 已經蓋過了 勝利才子 跑第2 謙謙君子 第3 潘頓中逸禮 就是潘頓中逸禮 我猜中逸禮 上次 大日本跑第5 今次又不換人 都要跑好一點 是輸給一隻馬 一路都在前面前鬥 我潘頓中逸禮 在第6 是第7、8位 轉彎時 去大外檔 逢馬過馬 2號3號 12檔都不害怕 這個11檔 潘頓 積極就可以了 熟馬勝就可以了 潘頓 看看如何跑 這場好看 前面有前面那些馬在鬥 贏得的馬在後面 衝上來 贏得的馬在排外檔的 在這裏 潘頓的馬在這裏 他都盡量貼近 這裏加一點速度 第6位 說前面這隻12號 一是不能進入閘 進入閘後有前速 但是跑一下也是不行的 他順利取勝在第二位 梁家俊 他比潘頓在外面 潘頓在外面 潘頓現在在這裏 他應該很熟悉的馬 他知道馬是到的 這樣就這樣跑 去到最外面 衝行 前面還有些馬在這裏 還有些什麼在這裏 中逆禮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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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逆禮在這裏